怎么样把它放过来 然后并且可以产生作用 那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刚刚讲过 不仅主题是利用这一个 这个档那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呢 是在哪边作用 你可以用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搜寻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 Ctrl C 一下 复制一下 你可以在这个程式码里面找一下 Ctrl 加 F 就是寻找 然后把这个名称贴上去 你可以发现 贴上去之后寻找一下 它基本上 就是在这一行 也就是说相关的这个CSS是靠它 去做一个布景 就是说布景主义设定的话 其实基本上是 靠这个这个档 那如果说我今天换了一个 那我势必怎么样 就把这个档 换成另外一个一个档的名称 其实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那个布景主义整个换掉了 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 那它的位置应该是在 这个index 档 特别说你index 档里面的 这个里面 应该是在 这个这一行 应该在 差不多在第六行 就是在那个 Title的 下面一行 去决定什么 决定一个超连结 连结这边一个目录名称 这个 这个是指的是 现在那个目录名称 目录名称里面呢 会有个档案 由这个CSS来决定 我们将来的布景主义的设置 那如果说我今天 要变更的话 特别重要 第一个 我们刚刚的东西 先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基本上是 会放在下载区里面 然后会有个 这个 这个资料夹 下载区里面呢 我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 它会产生index 这个index不要用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 再拿来用的话 它会把你旧的盖掉 所以这个不用 主要是这个singmin这个资料夹 资料夹里面呢 我们要用的这一个 应该是 哪一个呢 应该是我们有产生106的这个吧 然后还有一个mobile的icon 这个 然后 singmin 1.1 这个资料 这几个 这几个档案的话 干脆这样好了 直接全部怎么样 通通都 直接 把它 拖拉到什么 你的网站上 把你原来的东西盖掉 这样就OK了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序一下 基本上 就是 等下我再解一次 我印象中是 这一个嘛 然后 其实就是把旧的盖掉就对了 所以这个步骤不要做出应该可以 按右键 解压缩 解压缩全部 解出来的话 这个不要用 这个资料夹为主 然后把这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通通丢进去好了 这样比较简单 那特别注意 怎么拖拉 其实就是 这样 那将来会用到的特别注意 实际上就是 把 这个的名称 改成 这个的名称 它后面会有个mini的 不要用上面这个 是用这个 好 就是把这个名称 改成这个名称 就OK了 试一下 只要不要做错了 如果这个地方 可能要细心一点 解压缩的东西 拖拉 拉到哪里呢 拉到网站这个资料夹 然后放开 OK 理论上应该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丢到这一区 他没有放 然后再把这两 这三个 他已经把它丢进来了 然后再把这三个 再丢到JQ Mobile 这个目录里面好了 刚刚有这三个丢进来 然后把它怎么样 他说要不要 更新连结 的话 这边 选择 不要更新 更新好了 把它更新一下 OK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相关的设定 第一个把它丢进来 所以Image里面 可能会丢 多了一些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说 会有三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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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档案 放在这里面 然后再来我把这个名称 把它改成什么 我们刚刚 建立的106 这个名称 把这个名称 自换成这个 OK 然后把这边 把它复制一下 从这个名称 更改到这边来 把它盖过去 OK 好 也就是说呢 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个新的 名称给他 这个是我们刚刚做的 那你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好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一整理了 我们的步行主题 其实就有一个效果出现了 不过这个 可能有一些细节 你们可以先 试试看 主要就是把那个 这一行 主要是这样 第6行的地方 把它改成 我们后来新增的 这个 特别是有点 mini的这个 那放的位置 我刚才把它放在 一样的这个木屋里面 那图档也一起放过来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完之后 你不是说改完之后 它自动就会变颜色 你还要再去什么 去变更 比如说这个 我们用 即时 现在没 没变颜色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变颜色 比如说针对 整个page 整个page 记得把整个page 选取 然后这边会有个 资料编辑 你确定一下 是不是page 这边会有个data raw 这个是指的是整个page 然后它原来 可能新名是b 你可能比如说 我后来又改 重新再做一个 就a 假设我是一个a 比较简单一点 就绿色的好了 那这个地方再把它改成 改为a OK 那这个时候 你预览一下 你会发现 page 部分 已经被改成 我要的那个绿色的 那可是呢 我的上面的部分 没有改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data raw里面 找一下是不是footer 如果是footer footer的话就是 它的那个上方的部分 或者是你选的时候 记得还在选一下 反正就是把这个 上面的部分 再把data steaming改成a 这个地方你要再重新再改过 如果说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那这个底下的页尾也是一样 要把它改成 比如改成a 然后再重新及时看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 他看到的 就会是我们要的 比如说这个上方才会是 我设定上去的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 好像有点 这个 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设定 上面的部分 可能 再改一下 或怎么样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设定上去 没有问题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 可能会有几个地方需要特别 特别注意的部分 就是说呢 你在加这个 这个资料过来的时候 第一个 你先确定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版本 请各位注意一下 预设我不确定是他是哪一个版本 你们暂时不要用最新的 因为你如果用最新的话会有个问题 你的icon 会跑不出来 你的图就是你那个小小图 那新的版本他的好处是他里面又增加了很多icon 这个如果你是用这个版本的话 他又多了很多icon 比如说你切换到那个最新的1.45 这边有一个icon demo 你把它点击开来之后你会发现他除了说我们前面的这些 原来的 旧的icon之外 他又多了这么多icon 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会比较ok 可是问题他设定又比较复杂一些些 这个我想我们后面再来看 如何用新的版本的 这个icon 不过 他的设定比较麻烦 我们暂时练习的时候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先用旧版 用1.0的这个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Juneweber里面内建的也是1.0的 所以你如果用 比较新的版本 他的icon会连接不到 所以我们 第一个 先用什么 用1.0的这个版本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的方式 反正你就是直接拖拉过来 去改变他的任何颜色 反正颜色然后这边还可以再去调整他的颜色 调整一个你喜欢的颜色之后的话 确定没有问题了 然后你再怎么样呢 再把它 把它一样去下载下来 其他反正这颜色 这个都可以自己再定义的 然后可以玩一下这颜色 的一个 变化 这太多颜色可以变了 总共可以 这边有全彩1000多万种颜色 你要怎么变 一定每次做的都不一样 那A的部分做完之后的话 把它下载下来 那这边的话 比如给他106 APP 这一样 再把它下载 下载下来里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我后来发现如果你用 的是旧的版本的话 这里面呢 基本上只要把这一个 Image里面好像这几个 这几个icon 应该是 是不会影响才对 如果用旧 我 刚刚没有没有抠过来就OK了 这个Image里面好像你们等下试试看 主要是这一个 这个档抠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档案 扣到那个Dreamweaver底下的这一个 要把它扣过来 用拖拉的方式拖拉进来 然后呢再把第六行的位置 第六行的 这一行 特别重要 把它改一下 第六行这一行 本来是 用的是 旧的 你们可以看关键字 旧的是这一个 有一个Sing名的 你把这个名称 改为这个名称 那这样子进来 应该就可以看到新的 新的颜色的步行主题 OK啦 画面先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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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